第1477集 叶晨眸子一宁 你说的可是军魔尘 他的怒火我自然可以承担 下一秒 叶晨瘦手剑拿出来 嘴角一丝淡淡的笑容 随后一剑直接斩出去 魔幻宗的长老想的没错 他就是专门来闹事的 一剑骤然落下 传来一声沉闷的响声 本来已经陆陆续续离开的舞者 听见声音停下了脚步 这是什么情况 有人在拍卖场动手 一声沉闷响声 一道身影飞出 舞者一看 发现是主持拍卖会的长老 叶晨和沐烟的身影 一步步走过来 沐烟也不废话 无尽魔气汇聚的一指 直接撕开了对方的肉身 一道血水喷涌而出 散落在地面上 拍卖场出事情 早在第一时间就告诉魔幻宗 一道道强悍的身影冲过来 在沙天宗出事情以后 他们魔幻宗就已经做好 随时战斗的准备 虚空之中 一名女子毅力 正是魔幻宗的长老 在她的背后 还有三名长老同样气息强大 叶晨居然是你 覆灭了沙天宗 难道你也想染指魔幻宗 找死 这一次 你插翅难逃 魔幻宗的长老开口 他早就有准备 手中捏碎一枚令牌 一座大阵轰然而起 为了与防叶晨 早就已经暗中布置阵法 大阵并不是杀阵 反而是困阵能够让叶晨短时间不能够离开 在此时 又一道破空的声音传来 魔影和贵平他们赶到 在他们背后还站立着魔尊帝宫的强者 当魔影出现的那一刻 叶晨眉头一皱 好强 当初在蘑菇山外守着的强者想必就是此人 魔影出现的那一刻 他就知道想要逃跑没那么简单 太虚敬强者拥有绝对的速度 能够抓住他和木烟 困阵解开吧 有我在 夜晨逃不掉 魔影冷淡的声音开口说道 他有绝对的自信 是 大人 魔幻宗的长老恭敬地开口 一挥手困阵解除 夜晨和木烟并没有离开 他们心里清楚 在魔影面前跑不掉 只能够站 你找一个地方 先躲避起来 木烟轻微点头 这一次能不能离开 还要看夜晨能不能突出重围 只不过希望有些渺茫 朱天神魔枪和兽朽箭在手中 夜晨的身影飞起来 屹立在虚空之中 魔影一步踏出 他决定亲自出手 永绝后患 本来他指望坐收渔翁之力 现在看来 夜晨的行为触及了君魔臣的怒火 他只能取悦于君魔臣 夜晨的手段 他已经见识过 这一次绝对不会给他逃跑的机会 魔影伸出一指 魔气疯狂地涌动 肘然落下 这一指还没有落在夜晨的身上 但是气息已经在逐渐碾压 夜晨眯着眼睛 兽朽箭和朱天神魔枪 两者同时落下 一剑挥舞出去 朱天神魔枪紧随其后 夜晨身影后退两步 嘴角溢出一丝血水 一指之威 直接让他受伤 魔影嘴角一缕嘲讽的笑意 蝼蚁而已 也敢在他面前出手 魔影手掌张开 出现五道剑翼 一瞬间扔出去 剑翼传来破空的声音 速度快到一个极致 这足够击杀一个蝼蚁 夜晨 你知道魔尊为什么不出手吗 那便是怕脏了他的手 我也不想对你出手 因为杀你同样会脏了我的手 星翘蝼蚁 还敢妄图毁掉 魔尊大人的石像 真是找死 五道剑翼代表着五行之力 瞬间化为一道滔天魔剑 这是太虚的力量 足以撼动一切 眼看滔天魔剑 要穿透夜晨的身躯 夜晨不再犹豫 激活赤尘神脉 一道金光瞬间闪耀 宛如一条金龙守护 两股力量触碰 滔天魔剑当场消散 而夜晨只不过退后了三步 脸色苍白到极致 甚至隐隐有一口鲜血突出 魔影的表情变了 他自信的笑容骤然僵硬 他自信的一击 竟然被一个星翘镜蝼蚁给挡住了 这怎么可能 还有 刚才那道光芒到底是什么东西 甚至隐隐让他血脉产生一丝畏惧 短暂的尸神 一道身影席卷而来 夜晨忍着身体的疼痛 朝着魔影冲过来 再来到魔影的面前 一枪刺出去 魔影面无表情 握紧拳头 魔气涌动 一拳挥舞而出 虽然不知道那护盾什么来历 但你还是要死 或许你死后 我就能从你身上 找到属于你的秘密 诸天神魔枪还未到 但是魔影的拳头已经来临 夜晨和魔影之间的差距太大 可魔影的力量还未落下 一边凸起 周围的魔气 不断地朝着夜晨的身体里面涌入 虚空之中出现一个漆黑色的眼眸 木烟看到恶魔之眼 眼角里面的泪水忍不住地流出来 这是他父亲的气息 最熟悉的气息 只有夜晨知道 这恶魔之眼虽然有魔地的气息 但并不是魔地形成的恶魔之眼 这是属于自己的恶魔之眼 是自己魔的化身 可要对抗魔影依旧不够 恶魔之眼降世 魔尊地宫的武者不断地后退 魔影的脸上却没有丝毫的变化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任何秘术都没有作用 恶魔之眼里面的魔气不断地涌入 一道黑色的光芒瞬间落下 魔影一挥手 身上出现一个血色的屏障 抵挡住恶魔之眼的伤害 一步步来到夜晨的面前 她的手中出现了一个血色弯刀 骤然砍下去 夜晨的身影不断地后退 伸出一指 魔气疯狂地涌动 天魔一指 黑色的光芒一刹那之间落下 魔影抬起弯刀直接挥舞出去 两者相互接触 魔影的身上并没有受到任何的伤势 反而已经来到夜晨面前 抬起手中的武器 手臂上面的青筋暴击 一声沉闷的响声 夜晨的身影落在木烟的旁边 血水从她的嘴巴里面吐出来 在魔影面前 她的任何招数都没有作用 今日你必死 魔影话音一落 手中的弯刀抬起来 决定一击秒杀夜晨 至于木烟到时候带回魔尊地宫 让君魔臣亲自解决 弯刀的刀芒骤然来袭 夜晨隐隐隐感觉轮回墓地 有什么要冲出来 但是很快一切沉寂 只因为在关键时刻 夜晨的身旁突然之间出现一个黑衣人 她的全身被黑色的衣服包裹 看不清任何的面孔 一挥手挡住魔影的一刀 实力极强 走 黑衣人看了一眼夜晨 抓住她的手臂和木烟瞬间离开 无尽魔器仿佛化作一条魔龙 势不可挡 魔影见到眼前出现的黑衣人脸色一沉 她能感觉到对方身上的威胁疯狂地追上去 黑衣人的实力和魔影不相上下 可黑衣人的速度实在太快 哪怕魔影都已经快要追不上 只能够看着三道身影逐渐远去 魔影阴沉的脸色 狠不得想要杀人 刚才她已经能够击杀夜晨 却让冲出来的黑衣人阻拦 大人 我们现在应该如何是好 贵瓶在一旁小心翼翼地开口 谁知道魔影一巴掌抽在她的脸颊上面 先回去 魔影怒吼一声 贵瓶什么也没有做错 她只不过想要发泄一下内心的怒火 这个时候贵瓶过来 自然成为她发泄怒火的对象 时间流转 在魔族的深处 黑衣人放下夜晨和木烟 夜晨看着黑衣人 内心有些不解 在魔族他们没有朋友 更何况还是一名太虚境的强者 夜晨第一时间想到了跌入魔族的永老 但是永老那日已经跨入斩恶境了 不可能修为跌落 公主 属下来迟 罪该万死 黑衣人跪倒在木烟面前低着头 夜晨在一旁沉默不语 看来是魔帝以前的手下 木烟看着黑衣人 并不认识 他父亲的手下基本上都已经陨落 接下来从黑衣人口中才知道缘由 原来当初魔帝从神国之人手下 救过一个即将陨落的少年 更是交给了少年一道魔族功法 少年名为洛晨 洛晨一直心存感激 想要偿还当日的恩情 后来却发现 那强大到无可匹敌的魔帝 在神国众多强者手下陨落 他远离纷争 在魔族深处修炼 虽然资质平庸 但万年的修炼 终究让他拥有了太虚敬的实力 不久前听到了夜晨和木烟被追杀的消息 这才在关键时刻出手相救 此地是洛晨专门用来修炼的地方 非常的隐蔽 基本上没有任何人知道 你们两人就在这里休息 魔影和君魔臣应该找不到这里 我也了解了这几天你们的行为 我觉得 但靠你们两人终究有些薄弱 君魔臣的强大不是朝夕而成 魔族几乎笼罩在君魔臣的阴影之下 其实君魔臣虽然算是执掌了魔族 但是还有许多宗门对君魔臣有意义 夜晨 你是魔帝的传人 而木烟更是魔帝之女 你们二人的身份 说不定能让一些人改变观念 一起对抗君魔臣 当然 这只是我的建议 丢下这句话 洛晨就离开了 谢谢大家